哈喽,今天的影片要来分享到的是一个 我真的拖得有一点久,不好意思 今天又是一支填坑的影片 今天的坑就是要来填 我用完Blockland Candle他们家的香氛蜡烛以后 到底使用感受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有关注这个品牌 想要听一下我的用后感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以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了 好的,今天这一支影片呢 真的拖得有一点点久 非常感谢你们的耐心 我也看到一些水水给我留言 提醒我要去做今天这一支影片了 那说真的,这支影片真的早该拍了 不过呢,我在用了他们家的香氛蜡烛以后 尤其是我之前在拍那个香氛蜡烛的购物分享的时候 我有提到我买了这一个品牌的香氛蜡烛以后呢 我有看到一些水水的留言 就跟我说,他们家的香氛蜡烛扩香能力啊 就是不好用之类的 但是当时我已经入手了嘛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review这个品牌了 所以呢,我就更想要很确定 很认真的有用过他们的产品以后 再来跟你们分享 那可以直接先说的就是 我自己用下来呢 我今天手上会有八款不同的香气 嗯,我觉得他们家的香氛蜡烛呢 在扩香性方面呢 的确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的 问题不是说他们扩香性很弱 而是很不稳定 就是有一些很不错,但也有一些很弱 因此呢,也让我觉得我要好好的就用过他们 才来跟你分享我手上的这八款 当中有哪个香气是扩香性很弱的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跳过,省下钱的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拖的比较久才来拍的原因 好,那说到香氛蜡烛之前呢 还是允许我稍稍的交代一下 Bloin Candle这一个 这一个独立的香氛蜡烛品牌的一个背景 资料吧,那Bloin Candle呢 其实和我之前很喜欢的另一个 说真的他们价位都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Audrey & Com 独立的香氛蜡烛品牌 是很像的 他们两个的定位定价都是很像的 所以我感觉自己呢 也要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基准线上去做比较 那Bloin Candle呢 就像刚才说的 也是一个美国的香氛蜡烛品牌 那创始人Tamara呢 也是一位女生 所以也是一个女性的创业者 她本身呢 是一位科技业和金融业的工作者 后来呢 她竟然完全的转行了 重新回到校园里面去学习平面设计 然后就开始了 她自己在设计啊 手工啊 这一些方面的一个发展 然后也是从2012年开始 她自己呢 就会研究一些关于芳疗啊 制作香氛蜡烛啊 这一些方面的 而且会开始制造很多手工的香氛蜡烛啊 手工的小东西 送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这也让她开始看到了 或者想到了去发展 她的这个手工香氛蜡烛的事业 那我也必须说 我是非常喜欢 他们家香氛蜡烛的包装的 尤其是我手上的这一个系列 那我手上有的八款呢 全部都是他们这个 116g金色小罐子的 这个香氛蜡烛 官方是说 可燃烧30个小时 我订回来啊 就是两盒这种 四个的套组嘛 那说真的 我觉得送礼的话 他们家包装真的很可以耶 然后里面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创始人 他自己画的 还是他请别人特意画的 我觉得他选到的 这些图案啊 配色各方面 的确就很对得起 他平面设计的这个专业啊 我看上去也是很赏心悦目的 不过呢 包装是一回事 香氛蜡烛好不好用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家的这个系列的香氛蜡烛呢 全部都是采用100%的大豆腊 再加上纯棉的烛心 那当中呢 用到的香精油呢 有frequent oil 也有这一个essential oil 所以是等于 这种天然的精油 和这种人工合成的香精油 两个配合 调出的气味 那说完包装 一些基本的资料以后 我们就来聊到 他们的香气吧 那第一个来聊到的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个 叫做sunday morning 周日清晨的这个香气 那他们家的香氛蜡烛 也是一个标榜有三调变化的香氛蜡烛 那我自己用下来呢 我感觉三调变化是不明显的 尤其是他们清新调的和花香气的这些香气 我觉得三调变化是不明显的 不过呢 它提到它里面有说到用到的一些香味呢 倒是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闻到的 那周日清晨这个香气呢 就是一个以新鲜的离子佛手干 再加上茉莉花 茲子花 还有 还有琥珀的木质香 组合而成的 还有一个值得说的 就是他们家 香氛蜡烛呢 燃烧以后 蘑菇头的情况 还是明显的哦 就是每一次用之前 我觉得修剪竹心都是必要的 那这个周日清晨的气味呢 真的就像他提到的香材一样 是一个带有梨香气的白花香 是一个甜甜美美的 蛮少女感的一个花香气 我感觉这个气味对于很多女生来说 都会是一个非常讨好的气味 很适合在早上啊 春夏天啊 甚至是一些午后的时间 你自己静静的喝杯茶的时候 去享受的香气 而这款香气呢 也是我觉得 自己用下来 燃烧的非常好 而且以花香气 而且是比较清新的花香气来说 扩香性不错的一款 像他们这种比较小瓶的蜡烛呢 我感觉如果你在客厅的环境当中呢 是有一点点弱的 不够强 要点的话 可能要两个一起点 那香气才会足够 不过在一个睡房啊 书房的这些环境当中 点上它呢 尤其如果你关了门以后 你出去再回来的话 那它香气还是很明确的 所以这款是扩散性很不错的一个香气 下一个呢 就说到它们这个绝叶苔藓的气味 这一款的香气呢 我蛮期待的 就我个人还挺喜欢这种绝类植物啊 或者你知道 就苔藓调 我还是挺喜欢的 那闻着它的气味呢 我觉得是绝类植物的香气 那种淡淡的绿色调 会比起所谓的苔藓调 要更明显一点 然后香气当中呢 也是会带着一种湿润感 这个香气我觉得会更适合在秋天 或者很炎热的夏天去点 这种绿色调的香气向来都是我的菜嘛 但是这一款呢 我必须说 我觉得它的扩香能力太弱了 闻上去还不错闻 但是点上去 尽管在一个密闭的小房间空间当中 香气都是很弱的 这个和刚才的 Sunday morning这一款 尺寸是一样的哦 然后我燃烧的时间也是差不多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一个燃烧的很干净 而这一款呢 就是有很多残留 所以我感觉它们叫香氛蜡烛呢 就是 质量有一点点的餐吃吧 可能每一次它调的那个精油的含量 和那个辣的含量 就是不是那么精准 所以有一些就会燃烧的比较好 然后有一些呢 就是残留很多 不过anyway 这一个香气呢 我个人是不推荐的 尽管它气味不错闻 但是点起来 那么弱的扩香呢 买了它也是没必要啦 好说完一个很清淡的气味 我们转一下路线来说 应该是今天八款当中 香气最浓烈的一款 说的就是它们家的这个 叫做 Woo Smoke的香气 那现在香氛蜡烛品牌 很多很多都有出这种 烧柴的烟火气的香味 那它们家呢 我必须说 并不是那种烟熏感非常强烈的 不是那种烧柴味很浓的 香气 更没有一些这种烧柴香气 这种燃烧的木头香 当中会有的那种 很明显的焚香的气味 这款香气 你不点上它 你单纯去闻的时候 它就是一款 带有甜调的 很干净的一个木质调香气 那燃烧起来呢 加上火苗的一个热力 还有那个燃烧的气味呢 它里面的那个烟熏感 会稍稍增强一些 不过都不会是很强烈的 我感觉它是更年轻的 更容易接受的一种烟熏木头的香气 官方说呢 它里面有雪松 有牢丹汁 有焚香 再加上皮革的气味 而这款香气呢 也是我觉得在他们家 扩散能力 扩香性 比较好的一款 这款香气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我感觉它是一个 很时尚 很大都会的气味 它不像是 你在一个度假屋里面 然后燃烧着火炉的 那一种氛围 它反倒像是 在一个精致的 时尚的房子里面 里面的装修很时尚 那个火炉啊 都是有玻璃的 然后你躺在一个 很fancy的 很大的沙发上面 被很多的枕头啊 很多的毛毯 所包围着的那一种温暖感 同时你还能闻到 在厨房里面 悠悠飘过来的 一点点甜点的那个气味 这个香气 我个人还是非常享受的 在秋冬天这款 我相信我会经常想到用它 好 下一瓶呢 就是它们的这个香甜无花果的气味 这一瓶的无花果香气呢 它真的人如其名 它是一款带着明显甜味的一个无花果 但是它完全不是那一种 就是无花果上面倒了 Bron sugar 就是黄糖 然后拿去烧的那一种甜点的气味 它完全不是 那一种的话 你会有着那一种焦糖的香气 会有着一个厚度比较厚的 然后甚至带有一点烟熏感的 那种蜜糖气 这里不是 它的甜味是非常清甜的甜味 它是有着一种冰凉的糖水 然后浸泡着无花果的那种香气 单纯去闻的话呢 这里的无花果是比较带有青绿色的 然后绿叶调比较明确的 但是当你点上去以后呢 这里的无花果香气的奶甜奶甜的味道 就会变得更明确一些 在奶甜奶甜的这个无花果的香气 背后呢 尤其是当你吹灭以后 就是环境当中残留的一个气味 就会带着一点木质调 还带着轻微的一个涂氧气 就轻微的带有一种咖啡色的 那个香气的感受 这一款是我个人用起来 感觉它的香气 就是变化比较明确的一款 获香能力呢 算不上优秀 但也算不上鸡肋 就是中规中矩吧 这个价位我觉得还是可以入手 试试看的 但会不是我非常推荐 觉得一定要购入的无花果香气的蜡烛呢 因为它的扩香性并没有去到非常优秀 所以可能不是我最推荐的无花果香氛蜡烛啦 下面呢就来说到 我自己非常喜欢他们家的一个气味 应该说是我个人就特别钟爱这一类型的气味吧 蒙大纳森林的气味 这一个 你懂的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大森林的气味 这个大森林的气味呢 是浓浓的木质调 完全盖过里面的绿意的 木质调才是这一罐香氛蜡烛的主角 这里面的绿色调呢 是一个深绿色的 暗绿色的那种绿色调 里面你放眼看去的绿色 都是深绿色 甚至会飘着一抹蓝色的调调 它们都不是刚刚长出来的树木 它们全部都是高耸入云的 树干上面都是有着古旧的树皮的 那一种大树木的气味 这个气味呢 里面有松树 有樟树 有蓝云山 这几个木质调香气 这一个香氛蜡烛呢 无论是闻着还是点起来 我个人都非常的享受 但你看这瓶也是 我点的已经非常多了 快要点完了 但是 点的时间那么长的情况下 它还是有一点残留的 所以就是它们每一颗香氛蜡烛 我觉得 质量是有一点点餐吃的 然后这一个 然后这个气味呢 幸运的 它扩香能力是不错的 没有去到我用过最好的那一个类别吧 但这个价格 我是绝对愿意再一次回购的 喜欢木质调的香气 和我一样喜欢大森林大树木的气味 那这一款呢 我相信你一样会很享受 好 接着来说 两个以花香气为主打的香气 一个呢 就是它们爱情魔药的这一个气味 这一瓶名为爱情魔药的香气呢 其实闻上去 气味并没有那么的魔幻 那么的特别 我感觉如果用上这个名字 气味可以调的更特别一点 更创新一些些 这个香气呢 是一个非常讨好的香气 如果你是喜欢清新调的花香气 那种带有露水感的 带有一点淡淡的绿意的 很像清晨的花园的那一种花香气 那这一款呢 你会非常的喜欢 它是由茉莉花 薰衣草 还有一个比较明亮的柑橘调 所组成的 这些呢 是官网上说的 但我自己闻起来呢 我觉得这一个呢 是一个很单纯的 一个我非常熟悉的气味 它就是一个天竹葵 是由天竹葵 模拟出来的玫瑰花香气 再加上一个那种小颗小颗的 野玫瑰的那种香气 真的很讨好 但是我也真的闻过很多次 就是我真的在很多其他的香氛蜡烛品牌当中 闻过这个气味 我是很喜欢这个气味 只是有没有必要一定要买他们家呢 我要打个问号 那这款呢 它的扩香能力 我觉得也是中规中矩的 在自己的睡房 书房 小房间点的话 没有问题 但如果在客厅的话 香气还是不足够 另一个花香气呢 应该是很多人 很期待的吧 我觉得我review一个香氛蜡烛 好像不能不review到这一个香气 这个呢 就是他们叫做玫瑰花院的一个香气 这一款香气呢 就是一个非常正宗的 大马士革玫瑰的花香气 是那一种 你的化妆品 你的护肤品 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那一种 玫瑰花露 玫瑰水的那一种 玫瑰的香气 你绝对会觉得是成香氏 你也绝对不会讨厌它 那除了玫瑰的花香气以外呢 这一罐 以花香气为主打的味道呢 它还会伴随着一点很干净的色香 还有檀香木的气味 色香的檀香木 我觉得是你催灭以后 更多能感受到的 这瓶香气呢 我觉得气味不算独特 这一瓶呢 也是今天会聊到的八瓶当中 唯一一瓶 点起来比闻上去 香气要明显的一瓶 点起它在小房间的话 如果你点上三个小时 如果你出去再回来这个房间 你会觉得香气是非常明显的 香气对我来说呢 真的没什么特点 不过我相信 喜欢玫瑰花香气的人 应该还是愿意为他买单的吧 又或者说可能送人的话 尤其你知道他喜欢玫瑰花香气 那这一个呢 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咯 那最后呢 就来聊到 既然把它放在最后 这个呢 是我今天聊到的八瓶 香氛蜡烛当中 个人最最失望的 也是我最不建议你去买的一瓶 说的就是他们 Hinoki这一个气味 可能真的是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 快木的气味 我觉得它就是 森林里面分多金的气味 会让你非常的疗愈 有一种身心放松啊 像在做森林玉的感觉的 一个木质掉香气 也是一种充满了 日本残意的一个 香气的呈现 所以我对这一个呢 是充满了期待的 而且我自己买过那么多的香氛蜡烛呢 有这个香材的 或以这个香材为主打的香气呢 大多 扩香性都是很好的 然后香气也是 我自己会很喜欢 很享受的 但这一瓶 两样都做不到 首先香气呢 在我打开瓶子去闻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非常的清淡 而且 里面那个快木的香气 更是清淡 闻上去呢 就是一股淡淡的 薰衣草再加上 一点雪松的气味吧 那点起来呢 我以为会好一点哦 毕竟它是以木质掉为主打的香气嘛 没有味道 就 小房间点的话会好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客厅的话 它不是淡 它是没有气味 所以这一款呢 真的是我个人完全不推荐的一款 如果喜欢木质掉的话 就是买它们刚才的那一个 森林的香气就好 比这个要好上 不知道多少倍呢 好 那最后呢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Burlun Candle 这个香氛蜡烛品牌呢 我个人觉得 用下来呢 情绪有一点点小纠结 未来我有没有机会再去 入它们家的香氛蜡烛呢 我觉得是有的 尤其是它们当中这个 Montana Forest 就森林掉的这个气味 我是真的很享受很喜欢 就是遇上打折啊 或者说别人送到我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会挺开心 很享受点上它的 甚至是它们这个Sunday Morning啊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一个 烧木材的气味 这一些 我感觉我还是有回购的可能的 毕竟它们家香氛蜡烛 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良心的 很好入手的 这种一盒四个的离盒装啊 我感觉送礼啊 也是蛮体面蛮好看的 但我感觉它们家的香氛蜡烛呢 真的就是品控上面 还是要多努力一下 如果可以更平均一点 然后每一款的扩箱能力 可以做得稳定一点的话 那么它们家这个价格 我觉得真的就可以 力推的一个品牌了 所以如果你对它们家 有好奇心的话 今天我提到的一些香气 你又喜欢的话 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啦 好的 这个呢 就是这一次Broadland Candle 它们家的一个 我自己的用后感受分享 不知道你又有没有用过 它们家的香氛蜡烛呢 你的感受又是怎么样 有没有特别推荐的香气 或者哪一个香气特别雷 也希望你可以不吝啬的留言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讨论 让我们知道更多咯 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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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